也是職業籃球球員 職業工會 在台灣時間27號成立了 9位李堅士的成員名單也公開了 李市長是由新北國王球星楊敬敏出任 他也跟黃金世代的成員林志杰 跟曾文鼎一起出席了成立記者會 我們籌備了將近10個月的時間 然後很開心今天能夠 正式的向對外公布 新北國王球星楊敬敏出任職籃工會理事長 為台灣籃壇翻出新頁 其實從自己年輕打球到現在 其實一直都覺得都沒有一個很健全的 就是實驗 效力富邦勇士同時也是台籃指標人物的 野獸林志杰看到近幾年職籃成立 認為是時候該扛起作為老大哥的責任 來為年輕球員以及下一代盡一份力 公會其實就是一個平台 我們其實只是收集所有球員的 新生 那如果大家所有球員都決定 想往這個方向去走 那我們當然大家就會依照這東西去制定 除了黃金世代成員曾文鼎林志杰 理事長楊敬明也透露 目前PlusLeague有近七成的球員加入 共有九位理事以及三位監視 暫時都由PlusLeague的球員們來擔任 楊敬明表示公會不會強迫球員一定要加入 而去年在新竹工程師全隊公開薪資後 他曾經表達不滿 表示在沒有公會的情況下 這對球員不尊重 現在他則認為有公會後會努力朝薪資透明化的方向前進 確實每個球員合約內容不一樣 對 那可能他跟球團有協議 可能保密協議 對 那這個部分就是 不是我們公會可以去公布或者去干涉的部分 楊敬明也提到包含PlusLeague、T1、SBO以及WSBO等聯盟 都是公會服務的對象 判提升台灣籃球產業的價值 華誌新聞宏溪與林一文報導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聞資訊 當然也包括挺談動態 就要鎖定華視新聞頻道 還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